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事长心菩萨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念大悲众 我们再来解释念大悲众要存什么样的心 因为今天下午来我问有没有讲义 他说还有这一本 大家都会念大悲众 但是念大悲众的功德不可思议 如果你升起信心和了解的话 那你会非常的欢喜去念诵 所以我们先他们编发185页 我们念一下前面的发愿文 也就是说做各种的修行 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个立他的愿力 有一个立他的愿力 那更重要的 自己更关心菩萨和为体 而生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 然后呢就来念诵咒语 大家就跟着念 然后他们编发大悲众小本的 我们先念这个185页 七首观音大悲众 愿力红盛香香好盛 千里转眼护不止 千眼光明遍光照 真是与众全名语 无畏心念起悲心 千里转眼护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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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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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若向主生 只得大智慧 很重要的这后面的六段 这个我 也代表我们的大悲心 我们的观音本性 释迦牟尼佛 在碰到各种的伤害苦难 佛陀只用一个 就是有无为的悲心去面对 所以杀人魔王 杨洁摩罗就来归于佛陀 要伤害佛陀的 这些所有的魔王 武器都变莲花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佛教要教育的 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 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我质 你就会伤害自己 所以要消灭自私我质 最好的方法 那就升起慈悲心 那升起慈悲心最好的方法 就是学观音菩萨 拿摩就是把我自己融入 交给观音菩萨 甚至你念大悲众 那就念六字大名咒 所以这个世界的苦难 本来就存在刀 火 地狱 恶鬼 恶心 畜生 但是各位 你只要存着大悲心 去念任何佛菩萨的咒语啊 经典啊 那这些灾难都可以消除 所以再大的痛苦 赶快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可以消灭种种的痛苦 所以我落向刀山 有人要砍我 刀山自摧毁 有人要推你一下火灾的地方 用悲心不要怕 所以用慈悲心一转的话 那等你眼睛睁开的时候 火汤自骨结 我落向地狱 最大的痛苦 所以念大悲众可以帮六道众生 脱离各种的痛苦 那如果你不会念大悲众 一样意思 所以去转化这个世界的一切 我落向地狱 地狱自消灭 所以我们想到地狱受苦的时候 赶快合掌 念一下 这个是我偷懒 这叫大悲咒心咒 就是哈利字 吸字的意思 所以你一直念吸吸吸 这样就好了 就是他们念 后面那个字 有念吸有念吸 那就是大悲观音菩萨 现前加持 我落向恶鬼 拜托各位 哪怕洗个手 冲个 一块小面包 几根米 这些恶鬼道的饥饿都没有了 洒洒干入水 像我今天坐飞机来 他们给我饭菜 我都会拿一盘 整盘来 嗯啊哄 嗯啊你别没哄 飞机内内外外 同飞机上的人 希望他们身上云青在主 这附近众生都得到利益 所以我落向修罗 什么叫修罗 跟你吵架的 嫉妒你的 要发起战争的 所以他们这些坏心 恶心自调伏 我这样解释说 慈悲心可以调伏一切 各位永远记住 千万不要用恨来消除恨 用暴力来消除暴力 用恐怖想要消除恐怖 你大声我比你大声 没效 要转化自己 佛教讲了 一种无为的悲心 可以转化一切 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自私的时候 很多烦恼的时候 你赶快升起利益众生的悲心 起码你要先休安忍 因为对方找我麻烦了 所以我要先安忍 然后再升起悲心 他就会转化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相信 但是没有这些烦恼 障碍 地狱 恶鬼 那你怎么转化 所以佛教里面 他不告诉我们抱怨这个世界 他只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这个世界是成就你的 那你要懂得转化这个 这就是什么 来 变满法界的黄金 只要你心如黄金 不要被境界传走了 所以我若像畜生 畜生就是愚痴 所以这个人很笨 你骂他没有用 你讲他没有用 讲了你自己气息狼 你赶快为他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所以各位翻到185页下面 你念大悲咒的时候 最后一行 受持身世光明闯 当你念大悲咒 念 你整个八万四千毛细孔 都像观音菩萨一样放光 观音菩萨放光 为什么有六只手 代表这个光进入六道 每一个众生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 当你念大悲咒的时候 身体变成光明闯 受持心是神通障 这什么意思 想什么就满什么愿 那现在这个神通 电脑啊 网络都是大神通了 但是你的心想什么 一切满怨 甚至你想要了解什么 都可以满怨 受持心是神通障 而且念大悲咒的时候 倒数第三行 数令满足诸需求 所以观音菩萨满众生一切愿 永死灭除诸罪业 所以身上的罪业在重 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 这些业障都能消除 不但如此 隆天众圣同慈户 当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 悲心是贯穿一切的 万法皆有空性 空性的展现就是慈悲 所以慈悲是最容易震入空性 入佛心入众生心的方法 所以你一升起悲心 诸天护法 大家得升起悲心来护持你 百千三昧 顿时修 大称佛教 金刚称最高的叫三昧耶 三昧 保持这种镇定的状态 所以百千三昧 你一起都修行了 都得到功德了 只要你 益起了大悲心 所以 那当然 各位要有 这样的一个信心 那我先解释好了 因为最重要的 有一次上帝 大幻天皇 问观音菩萨 我观音菩萨念大悲咒这么好 但是观音菩萨给他说 念大悲咒 要纯大悲心 那什么是大悲心呢 你也讲 观音十心 也就是观音菩萨具足这十种心 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任何修行 就像开飞机一样 什么东西都要检查好 然后再动 这样比较好 一开始呢 不求快 慢慢来 这一点我们要学 我发觉 现在很多人就随便 随便念 当然也有福报了 但是如果你要 很专注的话 那观音菩萨说 念一下 大慈悲心是平等心 那各位既然要学大悲心 一定要先学平等 一切平等 话也好 术也好 好人 坏人 天神 魔鬼 对你来讲 万法平等 平等心是佛的心 所以当你念大悲咒 不要光念给你儿子 你儿子在生病 那你在念的时候 是透过你儿子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那既然小朋友 所有的人 所有的众生 都得到观音菩萨的价值 要有这个平等心 当然我们平常不容易平等 但是各位 至少你在修行的时候 练习这个平等心 慢慢这个平等心 久了就习惯了 我们现在就是不平等 我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我要坐在位置上 不要下台 我们有分别心 所以念一下 诸法空性 万法平等 无有分别 那佛法就希望我们时时刻刻 练习 一天念半个钟头 十分钟的平等心 去对待一切 这样练习 第二个来 大慈悲心 是无分心 什么叫有为 念一下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世间上 你看到了 一切一切一切 都叫有为法 它都是会变化的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那什么叫无为法 无为法就是 有为的本体叫无为法 所以无为法讲的 就是寂静的意思 不要分别 因为虽然它是男人 它是女人 这个是鬼 这个是神 大家喜欢神 不喜欢鬼 但是各位 神就是鬼 鬼就是神 你要把内心 接受它 因为它的本体呢 都是平等的 无差别的 这个叫大慈悲心 第三个 大慈悲心 是无染灼心 染灼就是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特别我喜欢这个 所以财色 民事税 都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要生起这个 无染灼心 各位要练习 你喜欢吃甜的 偏偏给你吃咸的 OK 你要开始修行 在那一刻 生起无染灼心 因为染灼会让你放不下 第四个 大慈悲心 是空观心 观代表智慧 虽然它是花 它是八旗祥 这个是灯 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佛像 但是各位 你要用智慧去了解 请问 佛像是不是等于桌子 因为它本体都是一样 空无自信的 平等的 念一下 无自信空 万法都是这样 所以各位一定要练习 要练习 我们现在就是有分别像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所以没有办法 进入空性 但是各位要开始 练习 看什么东西 虽然什么东西 都有它的名字 但是 你要练习 慢慢的了解 虽然它是木材 它是电灯 它是 这些仪器 但事实上 它的本来面目 都是如幻如画 无自信的 你要练习 这样你才能够 把大慈悲心 练习好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恭敬心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拜佛 我们看到父母长辈都要先问讯 学佛就是学最高的 尊重对方 尊重万事万物 一只蚂蚁 一只蟑螂 一朵花 一个垃圾 都有它存在的必要 所以 有没有拿到这一本 如果拿到请翻到 大悲咒后面这一页 它没有写第几页 它有写的 十种心 回去把它背一背 好不好 背一背 学佛看谁背得多 谁就占便宜 谁就占便宜 你很容易保持正念 所以 大慈悲心 是恭敬心 各位要念习 拜佛 尊敬别人 你对一个可怜的乞丐 你要尊敬他 所以 任何一个人 你都要尊敬 像我今天入官 那个官员 别人都不问 就问我 问老半天 然后不让我过 问我几天 我说两天 现在去哪里 亚加达 亚加达 干嘛 你在做什么 一直问 问到后来 机票 没机票 他要我出境的机票 但是我都保持非常礼貌 这个叫消业障 结果一出来 我说 如果我请职员 我要请他 因为他最负责任 其他 管理是谁 但是他 对我 他照规矩 本来就是标准的规矩 要问好 问好 你的出境机票 好像是对的 所以我都 很谢谢对方 走的时候 很谢谢 他也跟我说 很谢谢 彼此尊重 因为他是完成他该做的 所以 但是不要不耐烦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人人都如此 国家便富强 然后你要去尊敬对方 再来 大慈悲心 是卑下心 你高 我低 学佛最怕有一个傲慢 自我优越感 我比你好 我比你聪明 那这样你就会看不起对方 看不起对方 就不能有慈悲心 所以佛教为我们 叫我们天天拜佛 把这个最宝贵的头 放在地上 像我们刚出家 每天就扫厕所 洗碗 清水沟 铺床铺 什么都干 天天要干 干一两年 因为就在学习 既然那么会拜佛 你要尊敬别人 好人坏人都服务 不管了 反正 人都可以成佛 他现在坏 以后也会好 但是各位要开始觉得 你比对方还低 好不好 尊敬对方 把所有众生世界 顶在你头上 我是众生的仆人 众生是我的父母 这就是佛教的教育 所以大慈悲心 是一种悲下心 是一种恭敬心 是一种无为心 是一种观空心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无杂乱心 我们叫禅定 要专注 所以为什么念咒的时候 那么很难 那么也要学习很认真 像各位在念佛的时候 像我一合掌 我喜欢眼睛闭起来 观想 佛放光 那么不动如来 蓝色蓝光 蓝光明 众生皆得度 要念习 念习这个 无杂乱心 不散乱的意思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无见取心 这个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见 见就是邪见 明明有因果 但这个人 他不相信 没有 那是你说的 而且别人跟你讲 你还 没有 不要跟我讲那个 取就是 我执着我的邪见 我的看法 这个叫见取心 知识分子 最容易这样 这个见讲的是邪见 你说有极乐世界 拿给我看 这个很难 有因果 在哪里 这个见 而且错误 他还认为 这个是对 那就没办法 所以 我们要修大慈悲心的人 不能有宗教的分别 天主教 基督教 各种宗教 他们将来 可不可以成佛 可以啊 做了一个菩萨 先带他们去天上 那将来呢 再让他们发菩提心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对任何宗教 没有对立 千万不要说 我对你错 所以无见取心是 无论如何众生 都可成佛 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众生都是我们 修行的祝元 所以 对一切境界 都当作是佛的加持 没有分别 再来 大慈悲心 是无上菩提心 所以你要成佛 没有用慈悲做根本 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 有了慈悲心 才有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呢 是当之 如是等心 刚刚讲的 观音十种心呢 就是 陀罗尼的相貌 所谓相貌 就是戒律 我们明天首八万再戒 八条戒 是形象 是相貌 虽然我们有一个 相信大悲众的心 但是我们要显现 这个相貌 这个相貌就 念下来 相由心生 你这个人看起来很平等 你这个人看起来很谦卑 你这个人看起来很尊敬别人 你这个人看起来 为众生在服务等等 那我想各位这个 必须要开始熏修 熏修是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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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问我们 为什么要出家 我为你出家 我们要来奉献 付出 不希望得到 甚至来说 你的痛苦给我 我要把快乐给你 你要开始反 开始改变自己 但是各位 这个理论你都觉得 有力吗 有力 但是你要开始做 今天晚上在路边买个花 买个宵夜 给老婆吃 好不好 他觉得你怪怪 没有 海涛法师说的 替我达到广告以后 他来听佛法 我有机会 你要开始改变 对对方好 因为我们学佛了 所以这一段我们大家念一遍 好不好 能够把它背下来 你就抓到了慈悲心 怎么做 观音 观世音菩萨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无为心 是无染灼心 是空观心 是恭敬心 是悲下心 是无杂乱心 是无见取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那各位最好把它贴在你的办公桌 因为修学佛法 是当你面对外面这纷纷扰扰的世界 你一定会失去正念 想要骂他 不理他 讨厌他 或是执着他 这个时候你要马上念回来 但是没有这些外在的境界 你不会保持正念 那久了就习惯 我觉得就像我们年轻打高呼 就是朝那个洞 终于哭进去了 但是要练习很久了 所以弹钢琴要练习很久了 但是如果你不练习 它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调伏内心 请翻到 翻过来 翻过来这个彩色的 我就讲一两页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念 那么很大大多呢 爷爷 这个时候 Więc 文人 文人 谢谢大家